绿茶和红茶是有区别的,所以喝的时候,要了解一下它们的特性和功效,从中医的角度上说,红茶性温,绿茶性凉,那么,绿茶和红茶哪个适合我们喝呢?下面来了解了解一下,绿茶功效。 一,绿茶抗菌,研究检视,绿茶中而茶素对引起人体致病的部分细菌有抑制效果,同时又不致伤害肠内有抑菌的繁衍,因此绿茶具备正常的功能。 二,绿茶降血脂,科学者做的动物实验表明,茶中而茶素能降低血干中总胆固醇、油理胆固醇、低密度质蛋白胺固醇,以及三酸钢油脂质量,同时可以增加高密度质蛋白胺固醇。 三,对人体的实验表明,则有抑制血消半凝集,降低动脉硬化发生率,绿茶含有黄铜唇类,又烫氧化作用,亦可防止血液凝快积血消半生存,降低心血管疾病。 三,绿茶瘦身碱汁,绿茶含油炒碱,及咖啡影,可已经有许多作用,活化蛋白质鸡酶,及三酸钢油脂质量,减少脂肪细胞堆积,因此达到减肥功效。 四,绿茶房取齿,清口臭,绿茶含有福,其中耳茶素可以抑制生取菌作用,减少芽菌发挤胎周炎的发生,差索含的丹鸣酸,具有杀菌作用,能阻止食物炸性发致细菌,故可以有效防止口臭。 五,绿茶美白及房子外线作用。 专家们在动物实验中发现,绿茶中的耳茶素类物质,能抗UVB所以发致皮肤啊。 红茶的功效,红茶气温,温温吃寒,能化痰,消食,开胃,可见,红茶以体味虚弱者饮用,因此,在日常生活中,体味不好的消费者,已选用红茶进行平饮。 喝红茶对健康有明显注意,一,红茶裂尿功效,在红茶中的咖啡碱和方向物质联合作用下,增加肾脏的血流量,提高肾小球过滤率,扩张肾微血管,并抑制肾小管对水的再吸收,于是促成尿量增加。 如此,有利于弹出体内的乳酸,尿酸与痛风有关,过多的盐分与高血压有关,有汗物等,以及缓和心脏病或是联造成的水轴。 二,红茶消炎杀菌功效,红茶中的多分类不合物具有消炎的效果,在经由试验发现,而茶素类能与单细胞的细菌结合,是蛋白质凝固沉溅,借此抑制和消灭病原菌。 所以细菌性脑基及食物重度患者和红茶破流液,民间也常用浓茶涂伤口,鼠窗和浆杆脚。 三,红茶解毒功效,据实验证明,红茶中的茶多碱,能及负重金属和生物碱,并成变分碱。 四,红茶皮神消皮功效,经由医食实验发现,红茶中的咖啡碱解解由此及大脑皮质来兴奋神经中枢,促成皮神。 四,考虑集中,进而使思维反应更新敏锐,记忆率增强。 五,红茶生金清热功效,夏天饮红茶能值可消暑,是因为茶中的多分类,糖类,氨基酸,或胶等预口线产生化石反应, 且垃圾唾液蜂蜂蜜,导致口腔觉得滋润,并且产生清凉感。 同时咖啡碱控制夏世秋的体温中枢,调节体温,它也刺激顺脏,以促进热量和物物的排泄,维持体内的胜利平衡。 十一人群一般人均可以用,一,有十一高血压,高血质,关心病,动脉异化,糖尿病,食用油腻过多,醉酒的人,二,长期提烟,饮酒过量。 三,发热口渴,头痛目昏,笑变不利,食用奶奶过多者,哪些人不能喝茶? 一,瓶血的人,因为绿茶茶叶中含有的瘤酸,容易和铁结合形成不易溶解的物质,容易减少身体对于铁的吸收。 瓶血患者本就需要大量补铁,喝绿茶会加重瓶血病情的。 而鸟结石的人,因为绿茶茶叶中含有草酸,而鸟结石通常就是草酸钙结石。 尿结石患者喝绿茶,很容易是随尿液排出的钙质,绿草酸结合形成草酸钙结石而加重病情。 三,正服药的人,因为在服药之后绿茶茶叶中含有的茶碱,柔色等物质,很容易与药品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发生反应,从而影响要效。 四,营养不良的人,因为绿茶茶叶具有一定的分解脂肪的功能,影响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。 营养不良的人喝绿茶,会使身体更加缺营养的。 五,愿经济的女气,因为经济会大量消耗体内铁质,红茶中的油酸会防碍人体对食物中铁的吸收。 六,孕妻女性,因为红茶中的咖啡碱,会增加孕妇心,甚至负荷,会造成孕妇的不适。 七,哺乳期女性,因为红茶中的绿酸影响入线的血液循环,会抑制属织的分泌,影响哺乳质量。 八,更年期女性,红茶中的茶多分,可能会使更年期一出现心跳加快,睡眠质量差等现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